同情活動開的今晚大家晚安 一個副主委 陸委會副主委張顯耀被拔掉的這件事情 搞得全台灣上上下下人仰馬翻 各種的陰謀全部出來 不管怎麼樣 整個小的都在問 這一場這一場事件裡面 我們看到了有出賣這兩個字 我們看到有黑幫 我們看到有追殺 各種的方向 只有一個目標 就是有沒有人把台灣的國家利益 當成自己黑幫裡面內鬥的標的物 我們這裡撤離給各位介紹現場合作 第一位前立委劉文雄 大家好 國民黨新北市市議員陳明依 觀眾朋友好 台北大學高尉何安君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翁水町 大家好 感官資深媒體人康仁俊 昨天前陸委會副主委張顯耀 親上節目流淚曾經下台的事件 今天換到陸委會主委王玉琪 現在交開記者會一一反駁 到底是不是金普聰的命令 我們來看看王玉琪今天的最新說法 張顯耀為了被請辭風波 反撲四天後 陸委會主委王玉琪首度上火線反擊 他說七月下旬接獲泄密檢舉後 先向國安會秘書長金普聰報告 接著再向行政院長江一話說明 將張顯耀調職接收調查 是他的建議 當我知道張副主委的工作上有疑點的時候 我有一個非常痛苦的抉擇 也就是說我必須要考量到 張副主委個人的觀感感受 還是身為陸委會的主委 我對國人有責任 王玉琪對張顯耀有細密質疑 但上週四他跟張顯耀當面談職務調動時 怎麼還幫忙安排董事長職務 用這樣的一個方式來保護張副主委 他那個只是疑點 還沒有被證明它已經是一個事實 所以在那樣的情況之下 必須要做一個過渡性的暫時安排 或許這兩年半我知道太多的事情 有一些事情我覺得不妥當 我也有建議 也許我的職員建議 或者有一些事情 我的反對得罪了一些人 這樣子的追殺我 我覺得就像黑幫 Mafia在追殺叛徒一樣 鋪天蓋地 我覺得非常寒心 我也找了律師 我已經把相關的事情 寫在我的遺言裡面 是誰能夠讓一個在國安局當過的張顯耀 是誰能夠讓一個陸委會副主委 海際會秘書長兼副董事長的張顯耀 感受到被黑幫追殺的感覺 那麼在昨天的各種訊息出來以後 我們看到了包括張顯耀自己 他對於王玉琦跟他講是說 上面有人要你走那個長官 我們知道上面只有兩個長官 一個叫馬英九總統 一個叫國安委民主長金普聰 那麼張顯耀的解讀 應該就是金普聰 非常多的媒體人 政治評論人 也都認為應該金普聰脫不了干系 那麼金普聰有了反應 我在節目一開始 我先把金普聰所發出來的一個訊息 跟我們幾位來賓 包括自己也報告一下 大家稍微聽一下 那麼怎麼說的 金普聰說 本人擔任公職以來一向謹守奮祭 從不預舉 絕對經得起檢驗 近來部分人士的惡意攻擊及軒然言論 絕非事實 針對意圖誤導視聽 詆毀本人名譽的言論 本人不排除 採取法律行動 這個因為本人 還有很多的評論人 都被金普聰告過 雖然我們贏了 可是我還是覺得 有點被黑幫追殺的 被黑幫追殺的感覺 我知道我們這裡面 有人在他的臉書裡面 任聚你的反應寫的是什麼 我一個字吧 呸 那我一個朋友告訴我 謝士尉 我們現在想到只有 段一康 臉書上那一句名言 段一康說什麼 他說不要臉的髒東西 不管怎麼樣 任聚 今天整個事件 如果說 今天王英奇出來解釋了 大家如果認為他的解釋 張賢奧不滿意 或者我們認為覺得漏洞 我們不能討論一下嗎 不能評論一下嗎 我先講 就我們在看待這件事情上面 我們是針對國安會秘書長 這樣一個職務 你在這個職務上面 你可以有什麼樣的分 分跡或什麼樣的作為 我認為既然這個職務 領的是納稅人 所辛苦的納稅錢 你是國家的公僕 本來就必須要被檢驗 就像你的這個新聞稿裡面 你自己講 你的聲明講說 你既然擔任公職 一向嚴守分跡 絕對經得其檢驗 那我不太清楚 就是說你後面的那一句講說 如果是又要 誤導視聽詆毀他的名譽 我不太清楚這中間的 你的認知是什麼 所以我這個配不是針對你個人 我是針對國安會秘書長 這樣的一個職務 如果你今天成為一個國家的公僕 卻不能夠被人家檢驗的話 那我個人認為這樣的一個聲明 是不適當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這整體事件 其實要從張顯耀本身的 這個部分回來看 為什麼會有 這所謂針對金普聰的 那樣的一個討論 是來自於張顯耀 他自己在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他強調 他認為整體事件裡面 是跟金普聰是有關係的 王玉琦自己在今天的記者會裡面 他也強調說 我在7月份接獲檢舉的時候 我7月底就先跟金普聰報告 我8月初的時候 才去跟江銀花報告 而事實上我再去跟這個 跟張顯耀談的時候 馬總統並不知情 事後馬總統才有來跟我談過 他也提到就是說 張顯耀問他說 那到底是誰要我走人的時候 就張顯耀的說法說 王玉琦講是講金秘書長 那今天王玉琦的解讀是說 我沒有他問我好幾次 我都只有講上面長官 我們認為這個東西是一個疑點 為什麼今天陸委會的特任 副主委這件事情 什麼叫做特任 是誰可以任命他 不是任何一個張三理事 王六麻子 全部都會你給我下台 你就下台 那如果今天這樣一個特任官 尤其他代表中華民國 臺灣對中國大陸 在進行談判的時候 這麼重要的一個官員 身兼兩會三個職務 都可以這樣莫名其妙的 我必須強調的是 張顯耀有沒有錯 我們不知道 現在你進入調查 可是一個國家的前政務官 一個負責兩岸事務談判的 在電視的專訪上面 一把鼻涕 一把眼淚的指控你的長官 說長官在背後抹黑你 長官在後面扯你後腿 對 出賣 甚至用什麼用黑幫 已經抨擊到政府 就像一個黑幫單位 他甚至用黑手黨 這樣一個字眼的時候 請問我們不能夠質疑嗎 我們不能夠要求就是說 你這些相關被點名的人 提出你的說明 我不知道所謂的抹黑 或怎麼樣在哪裡 我只能講說 如果要造成寒殘效應 我必須要講 在臺灣現在這樣一個年代裡面 人民會希望所有的資訊 是公開透明的 我再講一次 當我們所有人看到張顯耀 在電視上面一把眼淚一把鼻涕 指控他的長官的時候 這才是中華民國公務員 最丟臉的時候 所以為什麼 文雄雄 其實金融封秘書長 你不要發這個東西嘛 有多少臺灣的政治評論被他告過 你應該出來開記者會 開記者會說你為什麼被人家質疑 不是這個樣子嗎 我來講 既然他想告 那我們就 也不要怕被他告 配合 我配合你 我也現在不要講 張顯耀 張顯耀 我放在後面講 這個 我們家裡都有小孩 也有留學 你也留學過 出國讀書不是罪惡 我想金吳聰先生 你在當駐美代表前半年 你老婆小孩 帶著去美國 去找學校 這是事實 這好事啊 到國外留學什麼 不壞 結果你們找到學校以後 果然 過了幾個月半年 你就當駐美代表 太多人都在想說 你憑什麼當駐美代表 你憑什麼當國安會民主長 OK 因為你有一個很好的組織 叫馬英九 就這麼巧 想不到你在幫你小孩找 學校找完以後 你果然當駐美代表 我不曉得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你當時駐外 駐外人員的教育費 有國家出錢 OK的 你的眷屬去國外住 我想這個規矩你都 你很清楚 你當過駐德代表 是 房租學費什麼都OK的 可是 你突然回來當 國安會秘書長 有兩件事情 讓我們不了解 也可以請你告訴我 我都希望大家能夠全台灣人民 因為他想說 他自當公務員以後 所有事情都可受公平檢驗 那我們想請問 告訴我們說 是不是 你回台灣當國安會秘書長的時候 你的七小在那邊的費用 是不是自費 如果自費了 我給你鼓掌 如果是公費的話 那就受不起檢驗了 這第一點 第二點 你當國安會秘書長 你有沒有遵守你的本分啊 你怎麼小孩女太太放在國外 那台灣的國安你要放哪裡啊 國安會秘書長可以這樣幹的嗎 好 上個禮拜 還是上上禮拜回來了 中間還有一個插曲 他隨著總統到南美洲去 後來經過舊金山的時候呢 他突然回到這個DC去了 就總統自己一個人做專機回來台灣 我請問 國安會秘書長 你跟總統出去的目的是什麼 為了國家安全 為了總統安全嘛 你好歹也把總統收到台北 你再做專機去我都無所謂啊 你是這樣幹的嗎 你知道家庭因素這四個字多好用 對不對 誰沒有家庭啊 張顯耀還告訴我們說 他媽媽重病 他為了要陪葬自君 他也沒辦法去看他媽媽 沒錯 那請問只有你的家庭比較重要嗎 我在這邊向全台灣人民報告 每個人的家庭都很重要 每個小孩在哪邊讀書 我們都尊重 可是你既然你這麼大聲要告每一個人 那請你告訴我們 你這段時間你當駐美代表的時候 那個費用OK 您做駐德代表 一切照規矩OK的 那是不是你前半年有去找學校 好了 你這個中心你回台灣當國安會秘書長 你小孩在那邊讀書 你可能說學業不能斷 我也不曉得 其他的外交人員就不能就可以斷嗎 其實金普聰做這些動作 我們把它連結過來看 今天張選耀 昨天張選耀今天王一齊所講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對話 這個對話就是說民意 金普聰在裡面所扮演的角色 我們透過王一齊講說 他第一個找的是誰 不是馬總統 也不是行政院長 而是找金普聰 所以張選耀的解讀說 所謂上面的長官要他走 就是張選耀 就是那個金普聰 很多人評論也這麼認為 這樣子不合邏輯嗎 按照這兩天的發展 我覺得這樣的邏輯是 脈絡是可循的 但是必須再反推一點點 這樣更證明了 一開始講這個家庭因素 這件事情是不是想失了 或者是為什麼這樣講 這應該要說明 為什麼我這樣講 因為如果他是按照正常程序 而且是正確的方式 去跟國安局秘書長 報告這件事 那就像陳怒他現在說的 國安事件 是 泄密 這個就OK了 這管道是正確的 但如果是說有十幾種的版本 什麼又是打麻將 又是什麼 匪魂沙 什麼吃鳳梨酥 鳳梨酥 如果是那些 在我們家隔壁 在我服務所 如果是這些管道 這些雜七雜八的事項 或個人失德 或是這些東西 那跟國安會民主長報告 那就完蛋了 這個就亂了套 那如果是這樣子 OK的沒有問題 可是他裡面也提到的是說 我比較關心他裡面講到一句話 張前副主委他說一句話 他說他曾經直言一些事情 反對一些事情 那照我們你看 這兩種可能 第一個是動人材料 第二個這是老闆 共修理 你老闆什麼人 那就是很簡單 但如果說 按照現在的發展 真的是國安洩密 那這些東西我都要收回 為什麼 這已經講千金牛 不是他個人操守問題 不是財務庭 不是女社 不是麻將 什麼都不是 既然是管 那這個focus很清楚 好現在問題回來了 這個張顯耀是特任官 特任官是要總統特任的 那要他去職 主委能不能讓副主委離職 其實這個我都還是質疑的 因為他是一個特任官 他不是一般的 一般的常識或正識 再來如果是這個狀況是 他說總統支持 那輔現在出來講說 支持他做法 如果支持他做法 是事後告訴他說 我砸了 那OK我支持你 跟我事前認為說 事情大條 我支持你授權你去做 那是不一樣 我覺得這個時間序 要講清楚 讓國人更清楚 因為這些東西不分藍綠 這是台灣國家安全的問題 再來一個 未來在兩岸談判的時候 你上了談判桌 對方怎麼想 我現在跟你談 會不會你回去兩個禮拜以後 你變成安排為董事長 會不會兩個禮拜以後 我是被泄密的對象 這對我們國家 未來在兩岸談判上面 是大商特商 是 漂亮 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到目前為止 我們聽到張顯耀 在媒體上面哭著說他的委屈 我們聽到王毅奇 還有之前的陸委會的發言人吳美紅 所講的互相指控 但是為什麼整個台灣到現在 包括國際媒體 現在都在問 沒有人知道到底真正發生什麼事情 可是我們現在只有人說 你們再講我們就告你 請問各位 陸委會副主委 海基會副董事長兼執行長 被迫去職 理由從家庭因素一直到工作疑點 一直到 不要說賣國啦 可能有判國泄密啦 這件事情是私人恩怨嗎 不是私人恩怨吧 應該不是 或許有私人恩怨我們不知道 但截至目前為止 都是因為國家大事吧 對不對 國家的特認觀 那麼既然不是私人恩怨 就是國家大事 跟公眾利益有關係 我再提醒各位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人說要告我們嘛 對不對 告所有他聽得不爽的人嘛 這個我也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不是江儀化挑出來講 是你啊 為什麼這樣講呢 陸委會的上市不是行政院長 理論上是這樣嘛 是 我們都知道 這個所謂的 國防外交軍事 其實是總統管的 說是說 國防部長任命的 什麼任命呢 是行政院長啦 但事實上就是總統管的啦 說我不要聽的啦 國安會秘書長是什麼 了不起就是一個幕僚 再一個長啦 幕僚長啦 只是這一屆的國安會秘書長 等於說 他比較勝功 是跟四家去情資黨會這樣走 好 現在重點來了 重點來在什麼地方呢 為什麼張顯耀 在今天的聯合晚報的專 聯合報的專訪上面 直接跟你講 是 他說上個禮拜 王玉琦他有追問那個過程嘛 兩個人到不起來嘛 是 他說他有追問王玉琦啊 上級是誰啊 上級要你走 上級是誰 他說金普聰 那今天王玉琦說 沒有 我有跟上級 行政院長江儀化跟國安會秘書長金普聰報告 但是 張顯耀追問他說 那總統知不知情 我說總統不知情 然後我並沒有告訴他上級是誰 欸 這竟然這麼嚇人 你沒看過了 是 他的上級不是只有兩個嗎 一個江儀化 一個金普聰 好我為什麼跟各位說啊 如果 訴訟是每個國民的權利 我給我們各位過70次了啦 我還反告三次誤告回去都贏啦 然後呢我還打官司 家裡按摩一缸 就是因為我打贏人家官司 賠了我20萬啦 換馬過來不怕啦 為什麼呢 因為 對於可受公平之事 我們評論 然後又是國家公共利益的大事 不是私人的私德的事情嘛 那麼 如果我被告的話 我會怎麼做呢 我要求傳兩個證人 第一個證人王玉琦 欸 你如果做偽證是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去徒刑喔 你出庭作證什麼 請問你 你如果說不是總統嘛對不對 不是總統要求張賢耀下台 請問是你哪兩個上級裡面哪一個 你要告訴我啊 你不能說我忘記了 我不能講 第二個就江儀化啊 那因為那個人如果告我們的話 那我要讓他傳另外一個 沒告我的江儀化啊 江儀化 你敢不敢說正話還是做偽證 那是不是你強迫張賢耀 事工一聲退職的啊 很簡單嘛 國家大事如此重要 我告訴各位 現在最嚴重的事情 並不是我們國內這個風暴 這個茶壺裡的風暴 小事情啊 現在這幾天 對岸中國非常非常的不高興 中國不高興的原因是因為 你把髒水潑給張賢耀的同時 你也把髒水往老共的身上潑啊 你知道嗎 你說他跟我們洩密 你的意思就直指他跟 在談判桌上談判 然後張賢耀賣你們的國 把機密的內容最主要的談判底線給他們 這樣會影響我們再來的兩岸談判啊 是 漢軍兄 我們看整個的整個官方的說法 從家裡因素一直到董事長的分配 你覺得社會大眾 包括評論人 對於這樣的一個說法 能夠接受嗎 每一個一個月都領得一二十萬 又有交車 又有宿舍呢 這樣說 三公四老虎 他能接受嗎 我這樣講 金府衝喜歡告人 這又不是第一天了 要告就來告了 你看他的老戰友 他的老朋友 南方碩中風了 他還把他告下去 他不是照告 我們就拿王玉琦 我以前說金府衝想告就告 我們要評論我們評論 我現在就問金府衝幾件事 剛才我們講 王玉琦說第一 他接到這個訊息 第一個時間去跟你金府衝講 對不對 王玉琦要去跟你金府衝講 就表示說王玉琦對於張顯耀 他是沒辦法決定的 他如果他能決定張顯耀怎麼樣 他不用跟誰講 我是我如果是主委 我能決定副主委的去留 我就你滾蛋就好啦 是不是我幹嘛要去跟金府衝講 他跟金府衝講 他不能決定 那不能決定 他跟金府衝講以後 難道他不會再去跟你講說 那個秘書長 我跟你講過了 那總統的意見是什麼 或者是什麼意見 我才能回來 才能回來跟張顯耀講 第一次時間講什麼 說要撤一下當事長去給張顯耀 王玉琦厲害 我就撤到一個當事長來 來給張顯耀去 我真的不敢相信 王玉琦怎麼敢講這個話 我跟你講我一定是有人告訴他 因為那個張顯耀 如果被騙成功的話 王玉琦就說 我幫你約了董事長 樂團幫你表演一場 這太狠 他如果講說 他要安排一個董事長 我告訴你 一定是上面 都已經跟他講說 要怎麼處理 所以我們的結論 還有很多引擎沒有講 所以我們的結論是什麼 他們不是在說謊 就是掩蓋真正的信息 而且現在整天在 搬給大家看 我覺得後面真正可怕的是 他是不是有什麼很大的一幕 是不是張顯耀 真的是擋住了一些 馬鞭九要做的事情 那真正跟國安有關係的 我覺得這才是要說出來 是 我在講 顯耀啊 你現在不是顯耀了 你現在是顯惡了 你的秘密不要寫在遺書裡面 趕快寫在臉書 是 好 那麼到底 到底張顯耀所講的 我覺得這個關鍵話 叫做我知道的太多 換句話說 他知道的那一部分 太多那一部分 應該是只有高層 也就是馬鞭九跟金輔聰 他們可以知道的事情 張顯耀你怎麼會知道 那因此會不會在這個地方 我們就要問 所謂對國家的忠誠 跟對主旨的忠誠 有沒有差別 可能有差別 張顯耀可能認為 嗯 這個可能跟台灣利益有沒有關係 也許他認知不太一樣 總而言之 但是這件事情沒有水落石沖 金輔聰先生 你做國安會秘書長 既然王毅齊第一個找你 我們當然也是第一個找你 是王毅齊告訴我們 誰是老闆 我們這段先到這裡 休息一下 我們繼續 謝謝 好 各位朋友 前陸委會副主委 張顯耀認為 是國安會秘書長金輔聰 要他下台 但是他又多次強調 他是被長官出賣 那麼這個長官 到底是什麼人 我們來看看最新的畫店 張顯耀對得起國家 我對得起總統 我很感謝總統 但是總統 可能你有的訊息 給你的不服之辭 被質疑忠誠出問題 張顯耀接受專訪 對總統喊話哽咽落淚 上面要他走 連後路都幫他想好了 張顯耀接受平面專訪時說 他當場問王毅齊上面是誰 王毅齊回答是 國安會秘書長金普聰 所以我有跟王主委提 總統知道這個事嗎 你有問他 禮拜四你有問他 他說他沒有跟總統見過面 通匪叛國國家安全 這是一個多大的帽子 我張顯耀絕對進得起考驗 我確認調查局有類似的情資 他會不會覺得調查局出現得很巧 我不知道為什麼 昨天會有媒體報導調查局要來 我真的不知道 他到底所涉及的工作 一點具體內容是什麼 我剛剛已經說明過了 我不便在公開的場合說明 但是相關的資訊 我已經跟調查局之間 進行相互的資訊的交換 就是我在兩岸協商 這麼盡心盡力 我回來之後 我被我後方的直屬長官 給出賣了 任靜國有個困難 因為之前我們也是聽官方說法 陸委會主委 他們的人說家庭因素 然後講的跟真的一樣 現在還是講的跟真的一樣 所以到底我要採取什麼樣的態度 不過張賢耀講的話 倒是可以相信 因為這一對照出來 的確張賢耀某個並不能講了真話 現在就要問就是說 到底張賢耀犯了什麼樣的錯 要他這麼樣的慘 我覺得我們民眾現在最痛苦 我講我個人感受好了 就是說我覺得我現在最痛苦的是 我不知道政府哪一句話講的是真的 哪一句話講的是假的 我不知道政府告訴我的事情 我該不該去相信他 你記得禮拜六那個時候 當行政院發佈說要這個 所謂的張賢耀已經是辭職的時候 用家庭因素的時候 當時包含王玉琦等人還出來講說 有七月份的時候 那之前他就已經來請辭過我們衛留他 然後巴拉巴拉的之類的 就講了一大堆 然後還特別強調了 還特別強調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包含當時的這一個報導 這是隔天的聯合報的報導裡面 都講到說什麼 這個內閣人事案啊 副首長人事完全都是由江儀化在主導 或什麼 今天這幾個月不見了 現在變成說是他自己來創的 所以我必須要講就是說 我們不知道誰講的是真的 可是我只問一件事情 你們這些人都是政府官員 為什麼你們在電視機前面 在媒體面前 在國人面前 所講的話 永遠永遠都是顛三倒四 今天你不要怪說民眾為什麼不相信你 你先告訴我們 為什麼你們前面要編那一套劇本 好 你再來解釋說 我因為為了要保護他 可是我再給各位看 今天王玉琦在記者會裡面講什麼 你知道嗎 他講說 昨天的時候呢 他已經跟調查局這邊取得的聯繫 而且他們組成專業小組 在今天下午的時候 已經確認了所謂的張顯耀 所涉及洩漏的機密這些範圍 所以他不必要說明 剛剛袋子裡面也是他這樣講的 可是請大家再回想一下 行政院什麼時候宣布說 張顯耀要辭職的 是不是在禮拜六的時候 上個禮拜六就宣布了 結果今天你知道嗎 今天就王玉琦在記者會上面 他居然可以講 他講說當時張顯耀來 他去找張顯耀談的時候 張顯耀還跟他跟他抱怨了一堆 他還跟他講說你燒安物燥 周一的時候我會跟總統報告事情 會有轉環的空間 但為什麼沒有轉環 就是因為你張顯耀 禮拜天晚上的時候發了一個聲明 所以現在這件事情不用談了 我再講一件事 今天國民黨發了一個新聞稿 講什麼 他講到說民進黨用這個東西 來搞政治鬥爭 這個我不管 你要怎麼樣政治口水 那是你們家的事情 我不曉得你加入民進黨 對我只要問一件事情就好 在這個新聞稿裡面 你特別陳以信是國民黨的發言人 他強調說什麼 依照目前司法調查程序 如果行政機關接過檢舉 只有所屬官員涉及洩漏國家機密 在確認洩漏情結與機密等級後 需立即將涉案人調理限職 什麼意思 你已經調查過 你已經確認了 你今天王玉琦 憑什麼在記者會上面講說 你今天才確認 你十四號的時候就叫他走 而且你就已經發布了人令 你現在在這邊編這些東西 我不要講你說謊 請你告訴我這些疑點在哪裡 國民黨可以發新聞稿講說 你們已經經過調查 我們都知道很多政務官 包含葉士文之前都曾經被黑函 被弄過 你們都可以講說 我經過調查之後發現查無實據 國民黨這邊的新聞稿很明白講說 你因為調查只要確認之後 就必須將他調理限職 那你到底確認了沒有 你為什麼今天又講說 你今天才確認 那你前面是在演戲給我們看嗎 好我就接著這麼問 文雄雄請問一下 張顯耀是國民黨的黨官嗎 我不曉得這個陳以信 我們就從 這個主委王玉琦 他現在講話如果要我們相信 那當然他講的話前後要有一點邏輯 不是嗎 可能那個我在猜了 那個隱姓黨員 叫做王玉琦 他不是說民進黨在搞什麼 政治鬥爭嗎 現在誰鬥張顯耀 還是張顯耀是民進黨 我還搞不懂了 所以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必須講 你剛才有提到一個說 那他知道很多秘密 知道是好的秘密還是爛的秘密 他可能知道很多爛的秘密 這些長大哥們 可能包括總統這些 好那最後真正的原因再來 你急什麼嗎 那還有什麼壞嗎 在第一時間 還要讓他當董事長 這個是他起來不是壞的 那你急什麼 一定要14號叫他走 15號要把他打包 好那我先講 張顯耀在2月份 從陸委會主委 加上兼海基會副董事長 兼秘書長 哇不得了 在兩岸來 這兩岸的我方來看的話 他是全起一時啊 是 除了總統以外就是他囉 可能張顯耀又秉持過去的精神 因為我們對他很認識 過去在親民黨大家很熟嘛 他很容易去為長官賣命 所以人家說他拼命三郎 他也很喜歡去討好長官 這也是事實 你認識我的長官到底是馬英九 馬總統 OK 馬總統 不是別人 對他可能會經常 因為今天李鴻勳講 他很喜歡跟他用這種態度 因為他搞情報出身 會讓大家覺得他是很重要 所以他每次講 好像讓你覺得說很重要 他跟我講話很重要 他可能在長官前面表現說 我對你始終 然後我跟你講很多消息 對不起 很多馬英九旁邊的密友 就受不了了 他又全景一時兩岸的事情 因為兩岸這個白手套 當時已經變成是服務台商而已了 已經不是在負責談判 談判就變成我副主委 直接領軍嘛 第一手 對 所以為什麼這次有這麼大動作 要張顯耀離開兩岸的決策中心核心 就這個簡單道理而已 因為怎麼可以讓你張顯耀在 在負責旁邊來打憨呢 就是你對長官服務太好了 讓旁邊的人不爽 說以前這個工作是我在做的 幫長官按摩是我在按摩 怎麼變成你來按摩呢 所以不爽 所以要他離開兩岸的決策核心 這就是最大的原因 是 我們還是來檢驗一下 王宇琦他講的 為什麼 我們有理由 有沒有理由相信他 他說 為什麼張顯耀 人家問他為什麼張顯耀 一定要在調查結束之前 三個全部拔掉 那麼我們就聽到他講說 因為張顯耀那個位置很重要 如果一邊調查 他一邊站的位置 那不好調查 還有另外就是說 他還會接觸到其他很多很多的這個資訊 那我們就問他 既然這樣子 8月5號跟6號這兩天 那為什麼 馬政府還派張顯耀 帶團到北京去開會 8月5號跟6號 7月就已經檢舉了 所以 為什麼他們講話 沒辦法相似 前後邏輯不通吧 從家庭因素到董事長 說還差半年了 然後 2月才當秘書長 然後張顯耀怎麼說 他說我被長官出賣 他的長官 某種程度就是四個嘛 王玉琦 行政院長江一華 金普聰跟馬總統 這四個 馬總統不可能出賣他 這動詞不對 他說直屬 直屬長官 對 那金普聰 不是從後面出賣 那這個金普聰呢 也不會出賣他 因為 他是 他是最上面的一個 他沒有資格被金普聰出賣 所以應該是被王玉琦出賣了 那王玉琦到底怎麼出賣了他 所以這整個的羅生門 要我們如何相信哪些話是真的 我是覺得今天王玉琦講話 我現在已經 不是在乎王玉琦講的是真或假的 基本上我認為他是在一個跑龍套而已 他只是一個執行者 我是說 現在的問題不是照到王玉琦 現在要往上 要問了 王玉琦剛才講說 他跟金普聰報告 那我拜託我們問金普聰 王玉琦跟你報告以後 你有沒有去跟總統報告 那你跟總統報告以後呢 總統是怎麼指示的 是不是總統就跟你金普聰講說 那叫王玉琦去跟這個張賢耀講說 叫他先離職我們要調查他 是不是王玉琦講的這一道 還是說 根本你就沒有跟馬玉琦總統報告 你金普聰就自己做決定了 是不是有這種可能 韓君我問你一件事 你提到的有意思就是說 王玉琦應該可能只是執行者 執行者 有沒有可能 王玉琦是被交辦 我就說他交辦 而且交辦 如果今天是馬總統 馬玉琦總統交辦 今天我就什麼話我都不講了 如果今天不是馬總統 親自去跟王玉琦講 那一定有個中間人 這個中間人一定是金普聰 對不對 因為他是第一個先跟金普聰報告 那我所有問 那金普聰明天要跟大家出來講清楚 我覺得大家開始要問金普聰說 那你有沒有去跟馬玉琦講 你跟馬玉琦 如果你有跟馬玉琦講以後 那馬玉琦做的決定是什麼 是不是 那如果是講說 是馬玉琦出來講說 金普聰有跟我講 然後我告訴他說 叫那個張賢耀滾帶 這但是我怎麼可以結束 但是現在問題是 我最怕的是說 沒有跟總統講 有人就做決定了 是不是 那個人就是總統 宣長後座 這就是說 我就講 這是聽總統還是總統聽他怎麼講的 不是 我要問一下 到底我們這個國家是誰在幹總統啊 是不是 總統有這麼好幹的嗎 是不是 我覺得哪有這種整個 過話我還是要講另外一個 我要講回來第一個 那個巧一個當署長 買給張賢耀 我請問一下 這個我們這個國家是什麼 什麼國家 是 可以拿國家的資源去黑白賞給人 是 我認為如果真的是這樣 一個 是 從總統以來 我看每一個都要跟這個 這個社會道歉 水力 一個被指控是 充賣國家利益的人 居然可以準備 如果他不講話 準備喬一個當署長給他水力 可以這樣做嗎 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比如說我如果是在報社的話 那麼 有人 用黑函檢舉 我跟我的另外一個對手報 那個女記者啊 算說 交往聰明 喜歡小三就對了 問題還不在這裡 是你把貴報的獨家新聞 賣給對方 因為他是我小三嘛 對不對 所以我什麼都跟他講 然後呢 我的長官就認為 拿到了飛聞了以後就說 因為 他又沒有什麼秘密調查權 我現在全部套用王毅齊的話 他又沒有秘密調查權 然後又怕調查的太那個 太明顯的話 又被我被被察覺就對了 所以呢 他就每天看 你有沒有 王毅齊有講一句話說 到後來他覺得 他覺得心裡面認為 張行耀顯然有些密 就好像我的長官說 越看越覺得王瑞德外面有小三 你知道嗎 然後呢 就往上報 結果呢 就把我調理 調理植物了 結果最後查我沒有小三 那你已經被犧牲掉 為什麼這樣講 以前 每逢高階警官調動前夕 黑寒滿天飛 然後調查的辦 什麼外國都有啦 緋文小三外靠 什麼利益跟人家什麼 瓜瓜瓜什麼 有的都有啦 查無實據 事出有因 調地為宜啊 你知道嗎 警戒就有這樣的文化 沒想到我們國家 也是用這種方式在整人啊 然後我現在問各位嘛 如果 現在目前為止 最好笑的是什麼 王毅齊說 他把案子 跟調查局這個接起來以後 調查局早就接到那個了 然後更好笑的是 調查局已經 好像已經有接到一陣子了嘛 你認為調查局沒有去偵辦 然後你認為 搞不好 依照我對調查局的情質單位的了解 搞不好都已經上線監聽了啦 然後呢 調查局人告訴你說 沒有具體的東西嘛 對不對 弄了半天 到目前為止 我看不出有任何 現在我已經算過了 月輝也不過12道金牌啦 那個 張顯耀已經有13種理由了 你知道嗎 那到目前為止 我們看不到政府 看不到任何一個 可以告訴老百姓的方向是 他到底卸了什麼 密 到底有違反了什麼東西 為什麼你們要這樣的追殺他 而且追殺他之前 連唯一有資格任命特任官的總統 竟然不知情 都不知道 那個民意我請教一下 從 假如我們這通話相信王毅齊 那是不是意味著 先有人 也就是調查局在調查 張顯耀 而王毅齊還不知道 換句話說 我的意義就是說 王毅齊不可能接到檢舉嘛 因為上面已經在調查 張顯耀了不是嗎 所以王毅齊這講不是 要不然我就相信王毅齊說 檢舉是我收到了 要不然我就相信王毅齊說 我去問的時候調查局 你在調查 我到底要相信哪一個 我想這不是一般的八卦 或者是爆料 不是啊 說滿天飛的檢舉 這種東西大概要內部出來 才有辦法知道 尤其它這麼高的位置 尤其想到是國安的洩密 如果說隨便人都可以爆料的話 那我們國安還得了 我覺得這個東西知識體大 但我覺得應該謹言盛行 我剛剛問你就是說 王毅齊有沒有說謊 就是說他 或者說他有沒有兩個裡面 A對B就錯 B錯A就對了 對 這是著視驚非 驚視驚非 我剛剛已經講 前段跟後段哪個是講真的 我認為後段 聽起來比較像真的 但有沒有這個事實 張賢要說了 總統 我沒有對不起國家 我沒有對不起總統 他後面講一句話 總統 很多給你的 都是不服的事實 就是說 你是不是被人家咬了耳朵 可是總統 如果是在事後知道 這件事大概 馬總統可以暫時隔一邊 這件事應該跟他沒有關係 那所謂的職組長官是誰 假如 今天大家都在討論 似乎都所在精密組長 假如是真的是精密組長 你說職組長官 被職組長官出賣 沒有人講是 沒有人講是精密組 被職組長官出賣 就是王毅齊 OK 我是說我們剛才前段在討論 就是說他先報告給這個 金埔聰 金埔聰 金埔職組長 然後金埔職組長認為這件事應該處理 我的意思說假如 這件事情 現在後段在講的 涉及國安 涉及洩密 報告金埔職組長是對的 是 然後如果他們內部確認 自己判斷 有可能洩密 有可能國安 讓他停職也是對的 可是 慘就慘在哪裡 不但要謹言聖言言多必失 如果 張顯耀出來講說 我是被請辭 他們就此打住 是 你把事實東西都調查完了以後公佈 就OK了 是 結果你要上戰場 在媒體上打對台 你又要開始說 他被請辭的原因是什麼 什麼什麼的 講出來 那張顯耀就不服氣了 像玉石俊焚 他說他要把他的秘密 寫在了 遺言當中 那現在這個秘密跟洩密 似乎可以接上一個關係 那這個洩密是已經完成式 過去式 還是現在進行式 還是他擔心未來會洩密 所以先把你調離開 那我認為是 如果這是牽涉到國家機密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國家利益大於政黨利益 所以國民黨出來發言 我覺得不要去談這件事情 因為這跟政黨沒有關係 也更大於個人恩怨 所以在這個國家機密的大前提之下 我認為都不要講太多 不要去講處理的過程 不要講處理的細節 但是大原則要告訴大家 今天我們基於國家安全的理由 我們事實上調查而言 給大家一個清楚的報告 然後王玉琦王主委 就把時間人事實力物交代清楚 這樣就好了 因為現在有點兜不上 好幾個版本啊 因為還有一個 張顯耀講的 張顯耀說林中生董事長 還轉述說 他禮拜四被告知離職 是 禮拜二呢 總統還加免說他做得很好 所以騙張小耀不止 王玉琦一個人 所以我的意思說 很多人都在騙他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台灣現在 我坦白講 台灣現在可貴的就是 每一件事情 抽屍剝繭 從高雄的氣爆 到新店的氣爆 到今天的事情 所有每一個人 都會 偷屍剝繭 所以你前言不對後語 馬上被檢驗出來 所以我認為就是 最好就是 開神布公 把大原則講清楚 細節不要講了 因為什麼 美國也在看 對也在看 如果這麼高的一個特任官 處理這麼粗糙 人家會看破我們台灣的腳踏 那金普聰今晚你有在看嗎 我們這段先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小弟拿了最新的這一期的新新聞 裡面在34頁裡面就傳到張顯耀 為什麼會被請辭 那麼這個裡面 任俊裡面就提到了 顯然或者似乎跟啟動政治談判 兩岸和平協議 這些都是中國那邊要的 以促成馬錫慧 脫不了關係 馬錫慧是馬英九要的 從這邊來看的話 張顯耀同樣講說 上面有些事情 他反對 換句話說 張顯耀到底是 對國家不忠通匪 他自己講的 還是說 他對於上頭的人 要做的一些事情 不管自己什麼原因 他表示 第一個他知道 第二個他表示的 不一樣的看法 或是反對於意見 我贊成張顯耀 某一個說法是說 通敵啊 賣國啊 或者是這些東西 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指控 我認為我們今天之所以 在這邊評論這件事情 或希望政府把這些說明清楚 是因為他牽扯到 我們台灣兩千三百萬人 我們全部把我們的身家性命 交給你這個政府 所以當這些所謂的特任官 或者這些政府官員 在離職後所講出來的這些話 我們會發現一個講的比一個難聽 一個字眼用的比一個字眼重 所以我才會強調 就是說台灣的臉 到底是被誰丟光的 不是我們 是你這些政府官員 而且是你們任用他們的 我必須很難過的講 就是說再往前一點點看 我不知道張顯耀講的是對 或者是錯 如果你今天真的有愉悅奮舉的事情的話 我認為你該被法辦就被法辦 我不會因為今天你會罵了金普聰 或罵了誰或anyway 或許你沒有任何指名 我不會因為你批評這些人 我們就會覺得說 你一定對 我覺得這不對 可是我比較難過的是一點是 你記不記得前一陣子 有個叫潘世偉的 是 他被人家拔掉之後呢 他開始在臉書上講 說我發現我政府的這些高階公務人員 有人在那裡解檔隱私 有人怎麼樣 我今天不用當部長了 我終於可以把話全部講出來 是 張顯耀不是一樣嗎 我今天在副主委的任內的時候 我知道太多事情我不講 結果我現在被拔掉了 我就開始蠻腹委屈 對不起 為什麼中華民國所有官員卸任的時候 都要這樣子 是 我不懂耶 這些人是你們選出來 你們叫他去做 今天張顯耀 不管他在談判上面或怎麼樣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預約奮舉 你可以啟動調查 但是我真的只想問一件事 我相信全台灣人跟我的疑問是一樣的 為什麼在馬政府下面的官員 每一個人走的時候 幾乎每一個 都是用這種控訴的方式 指控你的這些政府官員 是怎麼無情的對待他們 我不知道問題出在哪裡 請任用他們的人來告訴我們吧 你是所有那些還沒有走的人 現在不要笑太多 走的時候一樣 不過說真的 我就要問這個親民黨的劉文雄 張顯耀如果在這個位置上這麼重要 大家毫無疑問 大家知道馬英九已經公開喊了多少次 他要馬習慧 有沒有可能張顯耀知道的一些 他不應該知道的事情 因為馬習慧已經有很多人講 你不要因為你要馬習慧 把台灣的利益丟掉 那偏偏張顯耀又不是馬英九的人 他是宋楚瑜的人 有沒有可能在這個地方 我甚至大膽的猜 張顯耀有沒有可能把他不應該講的 他不應該知道的傳到送老闆那邊去 我可以很負責任人講 已經很久不聯絡了 不聯絡的原因很簡單 就是大家已經 你已經在那邊當官了嘛 大家就不需要再聯絡 而且不需要 因為你跟我聯絡而被 因為這些特任官被監聽 是稀鬆平常的事情 王允錡自己也講過啊 他的電話還有被監聽了 結果那個國安局局長說 被監聽這也很正常嘛 好 那我就請問 沒有跟宋楚瑜聯絡的這個張顯耀 請問他有什麼事情會跟宋楚瑜講 如果他有講你們也都會知道 而且他自己也很小心 他不會做這事情 我覺得他昨天在講說 他說的不應該說的話是什麼 可能啊 就社會上常常講的 金武聰到各個情勢單位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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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去去去去市啊 他搞不好講這個事情 因為他國安系統出來的嘛 是 他覺得事情不能做啊 他知道分針 以前的國安局長 他的他的老闆叫英中文啊 是 英中文沒做這種事情啊 為什麼他有人要做 所以我想 可能可能因為他太忠於馬英九 想跟馬英九講一些 他過去所認知的事情 那恐怕馬英九沒聽到 所以他跟馬英九講 就沒想到馬英九大概也 也金武聰也聽到這種話 哎呦奇怪 你現在進入到核心啊 核心是我才可以當核心啊 馬上給我退 怎麼退 就王玉琪啦 金武聰 就合起來搞嘛 我說實話 這個像個幫派啊 本來要失了 後來那個小弟不爽 還在呼吸 腳要踢兩下 他馬上叫人家把他活埋 是 沒想到活埋還不成 現在事情大條 對不對 沒有江湖道義的幫派 對不起各位幫派朋友 我用我把這個國民黨的政府啊 比作神幫派啊 對不起你們啊 可見什麼 董事長跟調查局 中間距離多近 24小時 換一天從調查局到董事長 從董事長到調查局 這段情報 現在休克下 我都繼續 謝謝 袁俊 張顯耀講說 他覺得他好像被馬政府 黑幫般的追殺 是 不寒而栗 我們只要想到 這件事情 調查局 調查結果 誒 理論上講 張顯耀有可能被抓去關 可是如果張顯耀不講話 他不是關起來 是去當董事長 一個月三四十萬 有車有處還有人 這查這麼多 想起來真的是不含而栗 所以這整個劇本 到底是誰編出來 我覺得大家也都很好奇 為什麼能夠一開始編出 一個似乎合情合理的一個劇 結果沒有想到 因為張顯耀一個簡訊 這是王玉琦今天自己講的嘛 因為你晚上的那個簡訊之後 把一切通通都給破局了 沒有轉還的空間 什麼叫做轉還的空間 你這四個字 這五個字 就讓人家有聯想的空間 出賣國家 這個是你可以轉還的 因為你看到現在 包含王玉琦 他們所出來每個字眼都非常非常重 指控指控張顯耀的 指控張顯耀的 就是講說你就是 我說那麼難聽 你跟他說他們是叛國而已 很多東西就是什麼 泄密或東西 那為什麼你前面還可以講說 還有轉還的空間呢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就不懂你的兩套標準 難道今天真的是因為 張顯耀自己批嗎 說我給你 你還沒 所以你才晚上 趕快發了一個聲明 後來那個整個戲 演進到現在 我剛剛講潘世偉那個例子 我在講說 每一個所謂的這個 所謂憲政官員 在卸任的時候 大家都驚到有夠難看 今天張顯耀開第一床 我們合理懷疑 頭前十八個驚人的政務官 到底大家驚人 都心甘情願嗎 有沒有可能張顯耀發現 他跟他講那個董事長 那個公司根本就沒有 不存在 空投公司 請問一下大家 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的前途 由誰決定 我們的標準答案一定是 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決定 你錯了 我錯了 從張顯耀的對公開的談話裡面發現 有可能是有少數人在密室裡面決定 為什麼 因為張顯耀反對 他認為這樣不好 你知道嗎 這樣可能會有問題的 各位張顯耀是陸委會副主委 他所講的事情 剛剛那個文雄雄講的說是 可能是因為國安的問題得罪他 如果今天張顯耀涉及出賣國家的話 跟泄密國家泄密的話 我贊成金普聰秘書長 用各種法律的問題 把他給逮捕 但不能這樣給他安排去董事長 為什麼 應該收證完畢了以後 直接調查局把他逮捕 然後收押就收押 你知道嗎 如果他真的出賣國家的話 張顯耀說 他曾經跟他的長官上級 不知道哪一位 不知道他沒有說清楚 曾經反對 那他們在決定什麼事情 所以重點在這個地方 這些所謂張顯耀 叫口中他得罪到的上級 他在決定可能一件事情 是在決定你我 2300萬台灣人民的一個前途 你知道嗎 而是在密室裡面 可能連國會都不知道 大家都不知道 今天他張顯耀是故意把話講一半 因為這樣得罪他 而這個事情是什麼 曾經主呢 曾經主在哪裡 不知道啊 曾經主不在這個時候應該 不是現在就在老婆